宣布一年一度的亲子莲花会 现在开始 第一个游戏 老鹰捉小鸡 让我们有请老鹰 老鹰老鹰 预备开始 走 开始 哎 走吧 开始 哎 就是 我说这位家长同志 咱们玩归玩 能不能别老八鸡妈妈酷吧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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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家长 谢谢各位家长 我们进行第二个游戏 第二个游戏是 拔河比赛 有请 好 喝 谢谢 大家准备 预备 开始 嘿 嘿 嘿 开饭了 开饭了 今天荤菜 红烧肉 红烧肉 哎 给我留一碗 给我留一碗 哎呀 请这位家长回到刚才原来的位置上 好吗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现在呢 我们以每个家庭为单位 为大家表演节目好不好 啊 好 小宁同学 你和你的家长呢 第一个为大家表演节目 好不好 亲妈 亲妈长得也太年轻了 嗯 闹不好啊 小妈 我媳妇要长得像她这么年轻就好了 老师 我不会表演节目 那小宁你就亲妈妈一口 啊 老师 这不好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 你想想啊 小宁 妈妈为你辛苦操劳 你是不是应该感谢她呀 亲妈妈一口 老师 还是咱们开联欢会就开联欢会 跳过亲妈妈这个环节好不好 小明儿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 这就是你们平时啊 缺乏沟通 你想想 人家外国的小孩 上学 放学 都会亲妈妈呢 为什么呢 这是表示关心和爱 去 亲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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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提 谁爱欺谁欺 我来 好的 好的 好的啊 既然那小宁这么腼腆的话 我们就换一个 这样吧 小宁 你把老师多天留给你的作业 我帮爸爸妈妈做家务的作文 给大家读一读好不好 好 作文 帮爸爸妈妈做家务 清晨 爸爸妈妈在吃饭 我在打扫卫生 爸爸说 你是不是又缺钱了 别装了 这是你爸说的 哦 不是不是 老师啊 其实是这样的 那天早上 你先别说 小宁 接着念 我说 爸爸妈妈 你们这是老师给我留的作文 帮爸爸妈妈做家务 妈妈就说 就你们老师事多 老师 你别让孩子念了 你别说话 小宁 继续念 爸爸就说 告诉你们老师 别一天天 竟扯那些个用不着的 妈妈说 还是他爸 你别啥都说 这孩子真往作文里边写呀 好了好了 老师 开始写着玩的 我说 爸爸妈妈 下午就要开亲自联欢会了 你们能参加吗 爸爸说 你们老师真能嘚瑟 开联欢会 就是走个形式 主要是看看 谁家里有钱 然后再让家长议事议事 王晓宁家长 你什么议事 你非得逼着我说家长话 是不是 不是 你这侮辱我的意思 是不是 不是不是 我不是他家长 你们看见没 你们看见没 我第一次看见这样的家长 说了话不敢承认的 你孩子刚才刚念完 不是的 我是王总的秘书 我姓韩 对 他根本就不是我妈 他是我爸的秘书 我妈妈总不在家 我妈一不在家 他就上我家来 哎呀 这位秘书啊 我告诉你啊 家长会是老师 和家长之间的沟通 你知道不 是是是 这样 等我安排一个场面 请您吃饭 行了 你别跟我唠了 散会 我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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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妈妈 我妈妈妈 我妈妈妈妈 谢谢大家